这四兄弟昨天还是豪门公子哥 今天却要沦落街头做乞丐 一场大火烧毁了此家新建工厂 得知消息的父亲直接倒下身亡 办完葬礼 四人还没从失去父亲的悲痛中缓过神来 就被告知新工厂没及时上保险 被烧毁的新设备都是贷款买的 现在公司和房子都要收作抵债 他们唯一能从房子里带走的只有些非名牌的衣物 还好老爸迷书看他们可怜 愿意把儿子空着的新房借给他们赞助 四兄弟坐在一起核算 所有人手里的钱加起来只有一百多万 这些钱换平时也就是他们一两天的花费 老二则被大哥离婚时不该近身出户 现在可好一分存款也没有 老三感叹人心淡薄 曾经的好友竟没人愿意伸手帮助 老二也觉得寒心极了 自己的明星女友得知家里破产后就失联了 大哥则后悔父亲暂时是自己经常顶撞他 想想心里就觉得难受 这话让其他人也觉得悔恨不已 自日 四人收拾好东西不情愿地从豪宅搬出 来到了狭小的屋子 老二看房间这么小 建议大家先去酒店住上一晚 手上就那么点钱怎么可以乱花 随后老二又想独占一个房间 大哥给还在上学的老四分了个单间 其他人打地铺睡在另一个房间 老二对此很是不满 自己一个人睡惯了 和别人紧在一起怎么能睡得着 老三表示大家都是住在豪宅里长大 谁能料到会一夜间变成乞丐一无所有 现在他也恨不得从楼上直接跳下去 气氧的处境让四人都忍不住哭了起来 夜里老二被老三呼噜声吵醒 只好跑到了客厅睡觉 四弟一早没吃饭就去了学校 老二表示自己不想吃泡面 在他的一再请求下 大哥同意了到外面吃 看到端上来的泡菜 大哥提议回去后他们也自己腌泡菜吃 于是从之前家里做饭阿姨那里问来了腌制泡菜的方法 三个从未做过饭的大男人 按着阿姨教的方法像母像样的腌制着泡菜 随后大哥拿着本子核算着一天的花费 以及往后怎么省钱生活 在三人没找到工作前 家里的牛奶只能让老四一人喝 三人喝玉米茶水就行 饭的话在家自己做 老二说他可不会 老三表示他可以买菜洗菜切菜 大哥揽下了做饭的活 烟的话则控制在三人一个星期一包 大哥安慰丧气的老二 自己肯定会努力让他们过上以前的日子 这几年就先吃点苦 随后大哥出去找工作去了 可赚了一天也没找到份合适的工作 老二建议大哥去找他们后妈 英叔要点钱 虽然因他们的干预老爸没与他领证 但老爸给他买了房子 还开了个保龄球馆 而他们四兄弟却什么也没落下 大哥却拉不下这个脸 之前英叔要请门就他反对的最强烈 现在他怎么能开得了这个口 可老二每天都不依不饶地念叨 旁边的老三竟也被说懂 于是大哥带着二人不情愿地来到了英叔家 英叔根本没给他们好脸色 还表示自己在父亲去世前就已与他分手 碰了一笔子灰的大哥坐不住直接走人 回去后老二却埋怨他没有再坚持一下 大哥表示即使自己上街当乞丐 也不会再去找英叔 可没几天英叔就抱着一个孩子来到他们家 还表示这孩子是他父亲生前与另一个女人所生 现在那女人扔下孩子跑了 他只能把这孩子送过来让他们抚养 本就窘迫的四个男人又要多带一个婴儿 想想都觉得头痛不已 看着这陌生的婴儿几人头都大了 都自顾不暇了 哪有能力再照顾一个婴儿 老二埋怨老爸太过风流 自己都二十八了又冒出个弟弟 这像什么话 大哥没有多说 让老三抱起孩子 他提起孩子的东西 两人直接来到后妈家 二话没说放下孩子就走人 回去后四人围在一起谴责老爸 老二觉得肯定是老爸生前太贪的乌厌 他们才会家破人亡 四弟担心后妈又把孩子送回来 他们该怎么办 大哥表示再送过来他就再送回去 四人愁的竟忘记了吃饭 自日后妈女儿星星来找哥哥们 老二告诉他家里多出的那个小孩是他亲弟弟 随后他便开始套路星星 你要告诉你妈妈 再长大一点 听你的话能帮你做很多事情 听到这些的星星高兴极了 马上就想回家看看弟弟 可在老三送星星的同时 后妈抱着孩子又来了 等老三回来 老二带着他来到后妈家 把孩子直接放到后妈佣人手里就走了 去上班的后妈脚还没有落下电话就来了 于是后妈直接来到他们家 表明自己不能抚养这个孩子 大哥表示他们从来没听父亲说起过这孩子 怎么能判断孩子就是父亲亲生的 后妈让他们去找父亲的秘书确认 要是他们没法抚养只能送福利员了 不过他做不到 要送就他们去送 后妈离开后几人开始坐立不安 担心他又把孩子送过来 后妈回去后本打算再把孩子送过去的 可孩子被他们这么来回折腾的发烧了 他只好先带着孩子去了医院治疗 三天了孩子都没送过来 老二担心是不是后妈真把孩子送去福利院了 三人正在心里自责事 门铃响了 一看竟是后妈抱着孩子又来了 众人都不肯开门 过了一会收水费的在外面敲门 老三被派去开门 付了钱后 后妈也跟着进来了 他表明自己绝不会抚养这孩子 孩子是他们的亲弟弟 如果他们想养自己可以出抚养费 但要送去福利院或者给人 需要他们自己决定 说完起身就走 孩子是没办法再送过去了 老二让老三查下福利院的地址 打算让大哥把孩子送过去 大哥无奈的叹了口气 三人围在一起看着熟睡的弟弟 小家伙这么可爱 还不知自己将要面临怎样的命运 男人手忙脚乱的帮弟弟充奶粉 可怎么喂他也不吃 老二打电话询问后妈 才知弟弟只吃母乳不吃奶粉 后妈建议他们给孩子喂点米糊 可米糊做起来太麻烦 老二想到老爸从小就是让奶奶用栗子粉养大的 于是派老三出去买栗子 栗子是买回来了 可要选谁来搅碎为他呢 老三抽烟还有虫牙肯定不行 这艰巨的任务就落在了二头上 老二搅好后吐出来 再用勺子喂给弟弟 弟弟竟也吃得十分开心 不过这看着怎么这么恶心 大家千万不要学他们这样喂小孩 为了防止弟弟半夜恶行 大哥吩咐老二睡前再多搅几个 老二不满地抱怨自己搅的牙帮子都酸了 这时四弟回来 三人才发觉竟忘记做饭了 仅仅正吃的相识 突然闻到一股恶臭味 估计是弟弟拉屎了 众人催促大哥打开看看 大哥一拆开纸尿裤 直接一股肝全浇在他脸上 这上头的屎卫直接把老二逼到了卫生间 四日大哥从父亲历叔那里得知 一做过亲子鉴定孩子是父亲亲生的 回去后大哥表示自己想留下这个孩子 遭到了老二强烈的反对 连他妈妈都不要他 我们几个男人们怎么办 老二觉得大哥是因为孩子长得像他 才舍不得送出去 他让老三和四弟也说句话 两人都是纠结派 舍不得孩子又清楚他们养的话会很困难 大哥放言孩子日常他来照顾 老二还是坚决反对 四日老二不顾大家反对 坚决要把孩子送到福利院 大哥上前抢回孩子 老二却无情的说 你是因为自己没法生小孩儿 这话一出 大哥只好无奈地将孩子交给了老二 老二抱着孩子坐上地铁 旁边的人都以为是他儿子 都夸孩子长得好看和他很像 走到福利院门口 孩子突然对着老二傻想 老二一下心软狠不下心来 心醒来家里看弟弟 得知被二哥送去了福利院 哭着要让他们赶快把弟弟找回来 这时门铃响起 老二抱着孩子回来了 看到他没把孩子送出去 众人脸上都露出了笑颜 老二扬言孩子可以留下 但他可不会照顾 随后便因刚刚的言行向大哥道歉 大哥根本没把知识放心上 三兄弟坐在一起研究以后 怎么样这个小弟弟 这样一直给他嚼例子也不是回事 要是能从哪个抱一儿的妈妈那里 借点奶过来就好了 于是三人伤顶留意一下外面带孩子的妈妈 看一下能不能抛个近乎 给弟弟弄点母乳来吃 这天大哥出去倒垃圾 上电梯时 正好碰到一女人抱着孩子 大哥直盯着他胸部看 心想这么丰满 要是能给弟弟要点奶过来就好了 对方却以为他是流氓 要不是抱着孩子 早就一巴掌呼过去了 时光还没来得及搭讪 强卫抱着外事女就出了电梯 时光还想看一下女人住在哪个房间 却差点让电梯夹到脑袋 回去后时光高兴地告诉弟弟们 时光兴奋地向弟弟们描述着女人的胸部 可惜没有看到女人住哪个房间 老二十语建议大家现在下去找找 有婴儿哭的房间肯定就是女人的家 三兄弟兴奋地跑到楼下 每家门口都停留意会 却没听到婴儿哭声只能无功而返 强卫向姐姐抱怨在电梯里遇到了色狼 一只色眯眯地盯着自己胸部看 要不是当时抱着小孩 自己肯定一巴掌呼过去了 强卫母亲晚上做了个奇怪的梦 梦到在大女儿小区电梯里 一个老夫人交给自己一个簪子 说是给她小女儿的 她觉得这梦肯定预示着强卫要结婚了 随后向强卫保票她今年内肯定能找到男友 强卫让她不要再迷信了 自己已经做好了孤独终老的打算 时光没事就往楼下跑 想找到那个带孩子的女人 几次了都不见她的身影 家里的钱快用光了 时光便瞒着弟弟们找了份送报纸的工作 每天夜里三点起床送报纸 来回上下楼梯的跑 累得她连腰也直不起来 即便这样弟弟们的早餐她也从未耽误过 这天时光正在等电梯 正好又撞见了墙威 这可把她高兴坏了 时光一直想着要怎么与她搭讪 墙威却被她异样的眼光弄得生气极了 她强忍着怒气 可对方眼神一点也不收敛 墙威大喊着要沉治时光的流氓行为 正好被出来倒垃圾的姐姐撞见 楼上的史亨听到大哥的声音下来查看 墙威不听姐姐劝阻非要拉时光去居委会评里 你不是孩子妈妈吗 墙威 史亨看哥哥被打 一把推开了墙威 在姐姐的劝阻下 几人来到了姐姐家和姐 史光左一个大嫂又一个大嫂 叫得墙威生气极了 史光这才知道自己弄错对象了 她难为情地向两人解释那么多的缘由 等史光走后 墙威觉得她在说谎 那么大岁数怎么可能有个量越大的弟弟 她越想越觉得不可能 随后想找到史光住的地方继续向她算账 为了给不吃奶粉的弟弟着空母乳 大哥被人误认为流氓扇了两耳光 可为了弟弟的口粮他也只能忍下 四男人坐在一起分析着情况 现在他们要求的是楼下大姐 大姐看着亲切人应该不错 可大姐的妹妹却十分泼辣 前几天就因他们脚步声太吵 打电话于史与大吵了一架 现在又于史光有了过节 看着情况不容乐观 这天大哥带着星星去超市买东西 回来时去与尚未遇见 尚未听到两人说忘了卖纸尿裤 看来他们上次说的是真的 隔天思迪看到楼下大姐抱着小孩去了超市 为了与大姐套近乎 史光赶忙抱着弟弟在楼下跟大姐 看到大姐回来他主动上前打招呼 史光为平时脚步声太大向大姐道歉 大姐表示李姐住在楼房难免这样 听到史光说弟弟不和奶粉不吃米糊 尚未不由地担心起孩子的安危 得知尚未又母乳为小孩 史光觉得有了希望 回去就吩咐弟弟们以后用脚尖走路 不要吵到楼下的大姐 尚未向强威提起楼上的男人 一个男人带两约大的弟弟 还有个六七岁的妹妹 看样子生活得很辛苦 还有那挑食的小家伙也挺可怜的 强威让他不要同情心泛滥 尚未却觉得反正自己难受也多 给那小孩为点有无妨 强威回去就告诉了母亲 想让母亲阻止姐姐的荒唐行为 母亲从尚未纳得之相亲后 反而支持尚未这么做 自日尚未就给楼上打电话 让他们抱孩子下来 这可把兄弟几人高兴坏了 专门给弟弟穿了新衣服送了下去 史光等电梯时又与强威相遇 他主动是好想帮强威提东西 不用了 上了电梯 史光为之前不礼貌行为向强威道歉 强威板着脸不想与他说话 回去后史光又吩咐弟弟们 强威在姐姐家发现了楼上的小孩 谴责姐姐不该这么做 随后不容拒绝地抱着孩子就送了上去 把孩子甩给我姐姐怎么行啊 据卫生间的史雨 没看到强威的长相遗憾极了 听兄弟们说他长得漂亮 不过这么泼辣 肯定好看不到那里 为了讨好楼下大姐 兄弟几人做了拿手的鸡皮牛肉汤 让史雨送去 嘴甜的史雨还揽下了给大姐买菜扔垃圾的活 给大姐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四日大姐做了鱼饼让强威给楼上送去 强威一脸不情愿地来到楼上 一进门进看到了老仇人史雨 太过激动当场晕了过去 时光芒背起强威往医院跑 一路上史雨忽在后面讲述着他与强威的过节 史雨去理发师 理发师和他比较熟 就先叫他过去理 等了很久的强威认为是史雨插了对 上前就脱掉了史雨的尾部 史雨自知李亏打算让座 起来时却嘴前嘀咕道 这不愉快的经历 给彼此都留下了很差的印象 另一次强威在商场挑选杯子 站起来要走时却被史雨撞倒 使得强威推倒了桌子上的杯子 服务员过来问强威索陪 强威抓住要走的史雨 觉得他也有一半责任 要他与自己一人赔一半 一共要赔39万 强威愿意承担20万 让史雨赎余下的19万 史雨觉得自己没责任 是强威穿着鞋子太高 站不稳才会摔倒 他愿意出4万的同情费给强威 强威要被他气疯了 让他把钱拿走不需要了 强威再次掏钱时 却被路过的小偷盯上 在扶梯上 小偷悄悄伸手拿走了强威钱包 却被强威发掘 他但喊着抓小偷 一路追着小偷跑 小偷正好要从史雨面前经过 他本可以拦住 却躲到了一边 强威大骂史雨不是个男人 史雨表示自己是来故的 根本没责任帮他抓小偷 两人就此吵得不可开交 到了医院 医生检查后发现强威身体没什么问题 好奇他是怎么晕倒的 随后强威醒了过来 史雨健壮赶忙躲了起来 强威回去后 让姐姐不要再给楼上小孩喂奶 姐姐觉得他们人都不错 大哥本可以把强威送到他家里 却背着他跑了那么远送去了医院 强威觉得大哥还算不错 可那个黄毛真的太讨厌了 史雨担心大姐会因为强威的事 不帮弟弟为难 没想到大姐依旧打电话 让他们把弟弟送下去 四兄弟高兴极了 这天强威在要点与时光相遇 他想与时光聊聊 目的是让时光以后不要再送孩子下来 时光想化解双方的误解 强威却不认于他多聊 站起来就要走 他坐下依然坚定自己的立场 时光见他不为所动 只好不客气地说道 如果不满意的话 应该去说服你姐姐才对 强威嘴上没说 心里却也明白时光说得在里 这个男人每天半夜外出 弟弟们发现后才想他是不是再做坏事 于是时雨和时节商量好 大三下次跟上去调查下 两人专门穿着衣服睡觉 夜里时光再次出去后 两人赶忙爬起来跟了上去 看到大哥在挨家挨户的送报纸 两人心都要碎了 连颗钉子也没订过的大哥怎么能吃这种苦 时光回来后看到两兄弟坐在地上发愁 时雨直接上前质问大哥 你怎么能告诉报纸这种货 一个大男人越说越伤心 竟忍不住哭了起来 时光坐下来安慰弟弟们 反正自己晚上也睡不着 这种活能赚钱还能锻炼身体 挺适合自己的 看到兄弟们这么心痛 时光向他们承诺再赶一个月就辞职 强威母亲去老友饭店吃饭 却在门口碰到了殷叔 拉着殷叔就要与他酗旧 原来殷叔是家里顾的大嫂的女儿 自小就与他们住在一块 大嫂去世后 他们就收养了殷叔 说起来算是殷叔的养母 可殷叔怀孕后不思而别 这几年来他一直担心着殷叔的安危 能再次遇见他开心极了 这天强威母亲去看汪扇薇 在路上与时雨相遇 时雨看他拿的东西太多 主动上前帮他拎东西 看时雨有点面熟 这才想起 上次去美容院时 时雨主动让他先做 正好尚未也从外面回来 母亲才知这人就是强威口中的死对头 母亲回去就谴责强威 小伙闪亮热心 肯定是他先做了过分的事 对方才会那么对他 心醒得知大哥在送报之后 哭着让妈妈给他们些钱 殷叔告诉他哥哥们都是大人了 连自己也养活不了 以后还怎么生活 心醒知道哥哥们缺钱后 把妈妈给的零花钱都攒了起来 打算留给哥哥们花 使节看大哥一人工作太辛苦 决定搬约起来去劳务市场找工作 可周少松多 初次找工作的他根本没挤上用人的车 只能无功而返 时雨也想分担点家庭责任 他找到之前好友 想让他帮忙安排份工作 好友却表示 公司门卫都有老爸决定 他是一点权力也没有 不过今天可以请时雨喝个够 昔日的好友这么拨情 时雨只好将所有不坏化作酒水一起喝下 最久的他迷迷糊糊按了电梯 却没注意按错了楼层 进门就直奔卫生间 迷糊的他根本没意识到自己走错了房间 倒在人家沙发上就睡 善未回来没发现走错门的时雨 强迷听见姐姐声音从卫生间出来 楼上那个黄毛 善未想叫起他却毫无反应 只好上楼叫他们搬人 两人抬起十日后 却发现他裤子实实的 一看沙发整个大无语了 使节立马辩解哥哥喝的太多才会这样 时光为毕丽不光彩的行为向善未道歉 承诺明天一定过来惊喜 几人走后 强迷从卫生间里出来 正要往沙发上走 姐姐却拦住了他 哎呦真是恶心 怎么会有这么讨厌的男人 自日时雨得知自己丑心后 大为懊恼 这么丢人他以后还怎么和他们见面 大哥也觉得丢人尽了 决定以后不把弟弟送过去 实在是没脸再去大姐家 强迷一早起来就抱怨 被时雨吓得一晚上没睡好 看到男人制服的心 他更不想结婚了 时光叫人搬走善未家的沙发拿去清理 并解释时雨喝得太醉才会这样 善未表示能理解 不过昨晚时雨把自己妹妹吓坏了 时光向他保证绝不会有第二次 回去后时光问时雨对强迷做了什么 那人家吓得不轻 时雨却一点印象也没有 时雨一出门就在电梯里遇到了强迷 尴尬的他不知如何是好 最终鼓足勇气向强迷道歉 强迷根本不想搭理他 英叔带着星星去强迷家做客 善未看到星星后 一下就认出了他是楼上邻居的妹妹 询问下财知己人关系 得知他们曾是富家公子哥 不免同情他们的遭遇 这天使节照例夜里找工作 一女人开着车前来聘人 其他人都饿狼式地往上扑下话了女人 不争不抢的使节反而吸引了女人的注意 他递了张名片给使节 让他下午去上面的地址面试 下午使节来到面试的饭店 经理对他很满意 叫出老板让他在确认下 老板见到使节后一下子愣住了 他赶忙走进房间平复激动的心情 随后通知经理让使节进来面试 老板仔细地端向着使节 明天就来上班吧 等使节出去后 老板激动地流出了眼泪 还感谢上天让使节来他这里工作 使节高兴地向大家宣布他找到了工作 问他工资多少 他和老板说看着给揪心 时宇大骂他傻瓜 这天强威上班迟到 等了许久的同事们让他请客道歉 夜里被灌得烂醉的强威就进来姐姐家休息 迷迷糊糊地他没注意按错了楼层 随后进门直接倒在了时光身旁 时宇与使节满烟回来 时宇推开门就看到大哥旁边躺着一个女人 开灯一看竟是自己的死对头 此时他是又惊又喜 他叫过使节查看 时宇分析强威肯定与自己上次一样 醉酒走错了楼层 他吩咐使节绝对不能叫起强威 随后兴奋地跑到楼下去叫尚未 声音之大恨不得整个楼层都听到 尚未看到这幕赶紧上前叫强威 却怎么也叫不醒 时宇拍醒大哥 时光看自己身边躺着强威吓了一跳 时宇推搡着让使节上前抬起了强威 强威一站起来就想吐 时宇站在旁边一副性灾乐火样 难问的气味让两人作呕 时光却不介意地上前帮强威拍背 时宇现在可高兴坏了 想不到他也有惊天 强威吐完后 尚未要拉着他回家 他却发酒疯不肯离去 时宇想看看他还能出什么丑态 这么难得的机会肯定不能放过 哎呦 那个黄娃讨厌 真讨厌 这好像与时宇的初衷不服 强威开始不停地数落着时宇的恶行 时光二话没说背起了强威 等他回来后就听到时宇在落井下石的数落强威 时宇说这对他来说是件天大的好事 以后强威见了他们肯定不敢栽制高气痒 次日强威醒来后 却一点也不记得昨晚的事 扇威告诉他 他像时宇一样走错房门去了楼上 扇威话只说了一半 其他的实在难以起口 把强威弄得心急死了 你在他们家 整着老大的胳膊睡觉 强威以为时光臣自己喝醉沾自己便宜 气冲冲地直接杀到了楼上 进门找到时光骂他不知羞耻 善未追上来拉他 退缓着把强威带了出去 他呵斥强威怎么不听完话就走 昨晚是他失态钻进时光被窝的 强威现在真想找个敌缝钻进去 听到时光还帮他拍背 背他回来 他更是觉得自己没脸见人了 时宇在电梯里遇到了阴叔 看他拎着带你 以为是给他们家送的 直接抢过来要往家里令 这米本是阴叔要给山薇的 虽有些难为请他还是抢过了米 拎着就往楼下走 时宇觉得奇怪 跟上去发现他进了山薇家 难道他们认识 于是打电话给星星询问 这才得知强威是他姨妈 难怪他会知道他们家那么多事情 自日强威找到时光请他喝酒 他希望时光喝完酒后 能忘记自己上次失礼的事 这种小事根本不值得一提 还让强威别放在心上 大度的人总是容易赢得别人的好感 临走时时光要打包水果给弟弟们带回去 这份时刻惦记着弟弟们的心 又让强威对他多了分敬意 为了生活老大决定做市场上没有的鸡皮牛肉汤买 他们请来大扫详细地请教做汤的具体步骤和放料 随后印好传单挨家挨户地塞到了门缝 回去后时雨正在发愁会不会有人买 电话就来了 效果还不错 第一天就预定出了十二份 老大去超市买材料时与强威相遇 回去时强威说要去姐姐家 顺便载时光一起 车子出地下停车场时 强威没踩好刹车车子倒退 撞到了后面的车 对方要求报保险和三十万私料 强威不想报保险 但三十万确实也有点多 可对方态度坚决 强威认怂打算掏钱稀释 时光制止了强威 他称自己在修理厂干过 这种程度最多五万就够了 随后不由拒绝地把钱塞给了对方 对方正好有及时又见他这么笃定 只好收下了钱 时光主动提出车由他开 路上时光提醒强威 不要向不对的事情妥协 强威没想到他活得这么有原则 对他又多了分赞许 下车后时光要帮强威拎东西缺悲剧 可电梯坏了 时光二话没说抢过了强威手里的袋子 这么体贴又会照顾人的男人 竟让强威有些心动 回去后强威吃水果时想到了时光 这个会把剩余水果打包给弟弟的男人 他想分享些水果给他 又想到刚刚撞吃的前时时光出的 便上去还钱顺便带了些水果 强威的友好让时雨有些不习惯 难道老处女最近遇到了什么开心的事 使节的老板对他格外照顾 得知他家里情况后 让他带哥哥们来这里吃顿饭 刚上班的使节自然不好意思 老板又吩咐他想吃泡菜就去拿 他已经和厨房的人打过招呼 随后老板叫来经理 吩咐他把使节当经理后选人培养 让经理先带他学习下怎么选材料 这样经理自家泡菜工厂开起来之后 就有人能代替他了 强威带着星星参观电视台 星星火波灵动十分讨喜 被电视台导演相中 邀他参加节目小嘉宾的视镜 星星对此很有兴趣 苦练舞蹈后通过了视镜 小小的他也能赚钱了 他要赚到钱给哥哥们花 十日边送外卖边做着发财的梦 碰到路人都不忘宣传下他们的汤 结果一个不注意摔倒把汤撒了一地 别提有多心疼了 晚上几人为在一起计算着今天的收入 兼去成本一天赚了八万 再加上大哥送报纸的钱 还有十节的工资 这样少说他每一个月也能赚三百万 这样算下去 大家以后的生活是不用愁了 阴书生日这天 无人为他庆祝 让他倍感孤单 时光却送上了一份热汤 让阴书感动落泪 这天时雨送汤回来 却收到了一份警察局寄来的信件 原来是他们没有餐厅许可证 被别人举报了 刚燃起的兴旺就这样一下被浇灭 阴书想与兄弟几人和解 他带着酒来找几人 为自己曾经的过错道歉 兄弟几人想想过去 他们也做得有点过分 于是话说开了 几人重修于好 阴书得知他们卖汤的事被发 主动提出自己承担这笔罚款 一家人齐心协力 没有过不去的难关 兄弟在邻居家做客 强威想起时光喜欢喝牛奶 直接把时雨要端起的牛奶 换到了时光那边 这让同样喜欢喝牛奶的时雨 很是不满 他觉得强威故意和自己作对 才会这样 于是讲了个鬼故事吓唬强威 夜里强威梦到了时雨讲的故事 直接惊醒过来 害怕的他怎么也无法入睡 只好抱着辈子来到了父母房间 强威邀请殷叔和星星一起去滑雪 星星想让哥哥们也去 于是强威爸妈揽下了照顾孩子的活 一群人高高兴兴地来到了滑雪场 晚上吃过饭后 大家围在一起玩游戏 输了的洗碗 强威输了时光却站起来阻止他 坚持要自己去洗 大家都睡下后 强威独自来到滑雪场 又在这里碰到了时光 时光担心地面太阳 脱下袜套让强威坐 时光羡慕强威能有父母陪在身边 他后悔父亲再世时一直顶撞他 想想自己也从未给父亲付出过什么 实在是有点遗憾 现在他无论如何都要振作起来 照顾好弟弟们 重新振兴加野 也许这就是对父亲最好的感谢 强威深深地为之动容 回去时在电梯上 两人都想起了初次见面的场景 两人忍不住笑出了声 缘分真是个奇妙的东西 曾经针锋相对的两人 在慢慢的接触中开始彼此欣赏 时光羡慕强威雪滑得太好 强威主动提出明天教他 自日天微亮 两人就来到了滑雪场 时光为感谢强威教自己滑雪 说要帮他洗一个月的声 强威只当是玩笑 下午几人去K歌 强威被时光的歌声吸引 眼神里充满了欣赏 回去后时光向弟弟们商量 他想做餐饮行业 大算先去学校学习拿下资格证 弟弟们对此恨是支持 强威一早出来发现自己车子被洗得干干净净 没想到他不是在开玩笑 随后他打电话叫出时光 给他送了些水果作为感谢 这天石雨把等在门口的邻家小孩带回了家 看小孩提做错了 他主动帮忙解答 小孩夸他讲得好 隔天邻居找上门 想让他帮忙辅导自家小孩 每月给他十二万 还另外给他又介绍了两个小孩 就此石雨开始当其辅导老师 每天只需工作两小时就能拿到三十六万 这对他来说简直是美差 强威下班回来 发现整个楼道黑乎乎的停电了 他本想独自走回去 却又想起了石雨讲的鬼故事 于是打电话给时光 时光二话没说带着手电筒下来接他 爬楼时强威不小心闪了一下 时光让他休息一下再走 空气一下安静下来 气氛变得暧昧起来 时光的生日快到了 弟弟们围在一起策划 打算给他过一个难忘的生日 石雨专门找到尚未向他请教海带汤的做法 应说也惦记着时光的生日 他预定了饭店为时光庆祝 时光怕弟弟打扰到石雨的学生 每天在他上课时带着弟弟外出 外面太冷 他带弟弟来到了商场 在这里又遇到了强威 强威感谢时光这段时间一直帮自己洗车 时光让他不必客气 自己闲着没事干 就当锻炼身体了 随后强威拉着时光一起去理发 两人被店员误认为夫妻 强威没有解释 甚至还有点期待时光的反应 理发出来后 强威带着时光去吃饭 又被饭店老板误会 跟爸爸像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强威父母临时接到电话 要赶去日本看望生病的姑姑 只能让善威帮他庆生了 原来强威和时光是一天生日 生日前晚 时光睡下后 时节把闹钟和时军都爆了出来 想让大哥好好睡一觉 时亨负责哄孩子 时雨和时节炖好海带汤后 两人拿着配送名单出来等报纸 随后按着名单上的地址一一配送 时光醒来后天都亮了 他赶忙跑出去查看 正好遇到时雨时节送完报纸回来 看到两兄弟他是机心未有心疼 他不明白两人为何要帮自己送报纸 这才得知今天是自己生日 弟弟们让他放心都按手册上的地址送的 肯定不会出错 回去后看到兄弟们做好的一桌子菜 时光星都要花了 弟弟们真是有心了 还带汤镜做得像母像样 这是他的好弟弟啊 英叔带着星星给强威送生日礼物 得知养父母去了日本 便提出让强威和时光一起过生日 强威自然愿意 可预约的饭店生意太好 没办法加赛 于是便决定就在尚未家里为两人情生 英叔调侃强威 要是有人能按自己岁数送一束强威花 他肯定会跟着他走 强威却觉得这种人都是风流汗 在他这里直接淘汰出去 他想要的礼物是朴实无华的感情 能心心相应的感觉出来就行 这时门铃响起 时雨抱着28朵强威花出现在众人面前 强威接过花实在没忍住笑了出来 其他两人也忍不住跟着一起笑 把时雨搞得莫名其妙 生日宴席上星星为大家唱歌助行 结束后 时光拿着礼物放到了强威车上 想想觉得不妥 正要离开时 强威却出来了 他要回家里拿些衣服 邀请时光陪他一起 两人来到强威家 时光送出了自己准备的礼物 一个可以根据湿度变色的竞技场 在湿度市宜才能保护好房子 他觉得这对要配音的强威可能有点用 强威很喜欢这个礼物 回去后强威想到晚上吃饭时 星星说时光脸上气皮了 时光不喜欢太香的东西 市面上的润肤水都太香 于是强威自己跳了护肤瓶送给时光 强威表示这个没有香味 让时光放心用 就要过年了 强威说他每年过年最喜欢的就是穿韩服 那时候感觉自己像个端庄的大小姐 时光猜测强威穿韩服的样子肯定很美 可惜自己没有眼福 强威本是个单身主义者 却在与时光的相处中 逐渐爱上了这个男人 春节对落魄的四兄弟来说 是一个伤感的节日 父亲已经不在 四兄弟又不太懂节日的礼节 他们打电话给英叔询问祭祀要怎么准备 英叔觉得大家都挺孤单的 干脆在一起过年好了 祭祀的东西他准备 四兄弟来自己家过年就行 大家围在一起包饺子 竟已有一家人的感觉 祭拜完祖先吃过饭后 大家又在一起玩游戏 齐乐融融每个人都很开心 强威与姐姐拜过父母后 父亲给了他们每人一个大红包 这么大年节还有红包收 真是幸福啊 之后强威与姐姐聊天 得知姐姐去年春节和姐夫一起去了汽车电影院 强威也很想去看看 于是打电话约了时光 想到时光说想看他穿韩服的样子 便故意没换衣服出去了 时光见到强威后 夸他是自己见过穿韩服最漂亮的女人 电影结束后两人在外面透了晦气 回去时强威发现他耳环掉了 不过不是很会 时光却要开车回去找 找了很久也没找到 这时天空飘起了雪 强威让时光陪自己待一会 车里时光仔细看了下 觉得强威只带一只耳环也好看 两人摇着各自的家人 突然强威很想听时光上次在KTV唱的那首歌 他求时光再给自己唱一次 心动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接下来的几天 强威无时无刻不再想着时光 他好像控制不住自己的心 强威来到商场想与时光偶遇 却不见时光的身影 拿电话给他 才至今天时雨休息 他不用带着弟弟出来了 挂断电话后他又忍不住联系时光 把他叫了出来 强威给时光点了杯牛奶 随后就说了开头那句话 这话让时光有点不知所措 他喝了口牛奶压惊 随后告诉强威不用担心 强威只是担心这份感情会左右自己 没想到时光却这么决绝 时光表示自己能理解强威 随后告诉了强威自己之前离婚的原因 强威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为了阻止这份心动 强威直接让时光推开自己 可这却深深的伤害了时光 时光决定不再与强威见面 可强威这段时间住在姐姐家 楼上楼下的怎么可能避免 这天电梯坏了 强威边爬楼梯边想着和时光的种种过往 没想到一抬头时光一面下来了 时光简单的点头之后就直接离开 这让强威很是难受 时光何尝不是这样 转个弯就停下来平复内心 和时光的决裂让强威整天无精打采 夜里更是纠结得无法入睡 她真的不想与时光弄成这样 同样无法入睡的还有时光 强威说过的话像根子 扎在她心里让她久久无法愈合 时节老板多次邀请他们去饭店吃饭 盛情难却只好跟着时节来到了饭店 老板见到他们很是高兴 准备了店里最好的饭菜招待他们 时光何时宇觉得老板很是面熟 好像在那里见过老板说自己长得比较大众 待他们离开后老板拿着他们送的礼物 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时节领到第一份工资后 给两个哥哥买了内衣 因为他听同事说领到第一份工资 要给父母买内衣 时光何时宇都感动极了 时节又给了时亨一笔零花钱 让他想买什么就买 看着曾经不务正义的弟弟变得这么懂事 时光很是欣慰 他的弟弟们现在都成了懂事的大人 强威问善威无精子正能致马 善威说现在医学发达 这种病早已被攻克 善威劝强威去学学烹饪 将来嫁人连菜也不会做 国家肯定会嫌弃 如果是之前强威肯定会说自己又不会嫁人 现在的他却开始动摇了 竟听取了姐姐的意见 这天他来到烹饪学校 却在这里遇见了时光 时光与他打过招呼后就要离开 强威却叫住他想与他聊聊 他表示两人现在的关系太别扭 上次说的那些话并非自己本意 强威想与时光像兄妹一样相处 就这样相互有感觉的两人结成了兄妹 为了庆祝这份兄妹情 强威专门让时光给他买了个发架 作为哥哥送妹妹的礼物 随后他又送了时光一块手表作为回礼 时光还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弟弟们 让弟弟们以后叫强威姐姐 为此专门做了顿饭招待强威 就此两人与兄妹关系相处起来 这天殷叔加来了个不速之客 殷叔看到他直接给了他一耳光 一个忍心抛下孩子和男人私奔的女人 还有什么脸面再回来 可女人却表示他的钱都让男人骗走了 现在他一无所有 希望殷叔能收留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